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领导力叫做上任就开火 没错,我们今天的主角英国新首相斯塔莫就是这么一位雷厉风行的领导者 刚上任不到24小时,这位新晋首相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废除备受争议的卢旺达计划 今天小月就带大家来深入解读这位新首相的第一把火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得从卢旺达计划说起 这一计划最早由英国保守党政府在2022年4月提出 旨在将数千名寻求庇护的难民从英国强制移送至东非国家卢旺达进行安置 乍一听,这似乎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很快,这一计划就因涉及严重的人权问题而遭到了国际人权组织的强烈反对 难民们不仅要面对长途跋涉的未知风险 还要适应完全陌生的环境,简直就是拿人命开玩笑 在英国国内,民众对这一计划的反应也相当激烈 很多人认为这一计划违背了人道主义原则 不符合英国一贯倡导的价值观 更何况,法律界人士还指出 该计划在程序和内容上都存在很多漏洞和不合理之处 结果卢旺达计划一直处于被搁置的状态 直到斯塔莫的上任,终于迎来了他的寿终正寝 在斯塔莫成为首相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他直接了当地宣布废除卢旺达计划 他指出,按照这一计划 仅有大约1%的寻求庇护者会被驱逐 这样的比例根本无法对非法移民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他的话语质地有声 卢旺达计划还没开始就夭折并被埋没 这从来都不是一种威慑方法 不过斯塔莫可不是拆旧不见心 他提出了新政府在边界安全和移民管理方面的新举措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设立边境安全司令部 这个新机构将警察、国内情报机构和检察部门聚集在一起 共同应对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的问题 斯塔莫的这番举措无疑展示了 他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果断和智慧 那么这个边境安全司令部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首先他整合了各部门的资源和力量 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协同作战能力 从源头上遏制非法移民的涌入 同时打击人口贩运等犯罪行为 这举措显示了斯塔莫对于加强边境管控 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和策略 当然要实现这些目标并非意识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新政府将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 如何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 避免出现职责不清 推诿扯皮等问题 是边境安全司令部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 其次在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卖的同时 如何保障合法移民的权益和正常的国际人员流动 也是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 斯塔莫废除卢旺达计划的决定 为他的新政府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和支持 国际社会对英国在人权和移民问题上的态度转变 表示关注和期待 认为这是英国政府重新审视自身价值观 和国际形象的重要契机 同时新设立的边境安全司令部也被寄予厚望 希望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为英国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驾护航 然而要实现这些目标 斯塔莫的新政府还需要克服许多障碍 首先如何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 确保边境安全司令部的有效运作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其次在打击非法移民和人口贩运同时 如何保障合法移民的权益和正常的国际人员流动 也是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 此外新政策的实施还需要充分考虑到 国际社会的反应和合作 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协调 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移民挑战 总之斯塔莫上任之后 废除卢旺达计划并设立边境安全司令部的举措 标志着英国在边境安全和移民政策方面的重大转变 这转变既充满了希望和机遇 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将密切关注英国政府的行动和成效 期待看到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安全和有序的国家 好了今天的小微新闻时间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这篇文章 如果你对英国的新政策有任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